对于学生来说 那一提到学校的食堂 向来印象是不怎么好 对吧 那反正就是觉得 这个食堂的饭菜啊 就是没那么好吃 对吧 这食堂饭菜啊 号称全国第九大菜系 那就是这个炒菜没有盐 菜里头不放肉 然后这个油也很少 那反正这是食堂菜的一个特色了 但不管怎么讲 学校食堂的饭菜有一点 可能会比较安全 对吧 食品卫生方面比较注意 另外一个呢 不会太贵 那因为都是学生嘛 对吧 适合学生消费 但是最近呢 湖北金州有很多中小学的学生家长反映 他们的孩子所在学校的食堂 在违规盈利 有关部门去一调查 真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啊 就这些孩子 这个餐盘里头 真是有很多油水啊 全市300所中小学生的食堂 居然在收费标准方面存在600多个问题查出来了 更让人咋舌的是 学生食堂违规盈利 总计达到了2855万元 将近小3000万呢 要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孩子身上扣过来的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按照规定 学生食堂的盈利应该是控制在5%之内 也就是说100块钱 食堂只能挣5块钱 但是在调查当中 大部分学生食堂那个盈利比例都特别高 有些食堂的盈利比例 甚至达到了45.9% 食堂100块钱 他食堂能挣到45块9毛钱 你想想这还得了 这个利润空间已经是暴利了 这你就是在开饭店呢 可是即使赚的多 食堂方面居然还振振有词 说那我们不是最后我们赚的多 我们盈利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呢 要返还给学校 要不然我们这个来年 校长就不让我们承包这学校食堂了 这一说 那大家就明白很多事了 原来在很多学校 你包括老师的加班费啊 奖金呢 包括学校的安保啊 等等等等 这些费用都是从学校食堂里头抠出来的 你瞧多会搞副业啊 啊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幅漫画一样 这个厨师模样的人在那修修简简 表面上看上去 好像要把这个学校的餐饮事业 要把它搞在这个茁壮成长 要给它修成一棵参天大树 可是修来修去 修到最后你发现 就是奔着人民币在修呢 所以你说倒霉的就只有学生家长了 只能是伸着脖子挨宰呀 你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 你只能在学校里头吃 那不就只能挨宰吗 现在金州市违规严重的 几所学校的校长 已经受到警告或者免职的处分 违规的2800多万 也在陆陆续续在清退当中 但是我就在想 金州这地方是这个样子 那难道其他地方的学校食堂 就真的就跟他们一点不一样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想对于这个事 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本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居然铜臭味十足 就想着从学生的身上抠钱 你说这个事 这是学校干的事吗 对于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媒体方面会有怎样的评论 在金州网上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 学生食堂 例字当头 实在是伤不起 文章说 校方与食堂同流合乌 巧立明目 在最大限度上榨取学生的利润 我们不禁要问 这是学校该干的事吗 作为教育工作者 不管在哪个岗位 那都应该是为了孩子着想 你整天就脑子里就在想 我能赚多少 我能从他们身上搞多少钱 你们道德底线在哪里 这是教育者的悲哀 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所在 所以